這裡好美喔 這邊是哪裡 天氣無力都最大 那我們現在是要去海邊做什麼 修補石戶 我上課就要搬石頭 那麼重你們搬得起來嗎 這兩位大力士而已 你們在做什麼啊 在做什麼啊 我融入這個森林裡面了嗎 飛魚潮 我就是在這裡 絲繁葉 絲繁小片 絲繁小片的 好像烏火在做牠 這是我的專屬手帕 國安天下有大陸 今天來到了桃園新屋的 笨港國小 這間學校呢 聽說超級有特色的喔 不過Kiwi姐姐的人呢 Kiwi姐姐... 柳丁哥哥 我在這裡啦 Kiwi姐姐 太酷了吧 雖然學校裡面有一艘漁船耶 那是當然的囉 因為這裡啊 可是全台唯一有海洋客家小學之身的 笨港國小 客家小學 懂後懂後 最近呢 我剛好也在學客家話 學家話喔 東京喔 柳丁哥哥 我也是客家人 所以客家話也難不倒我 妳聽有優美的歌聲耶 真的耶 在哪裡 我們去聽 走 到中間 是到中間 失格 她們 可以 1981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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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愛長遠多晚餐 董賀 董賀 董賀堂 董賀堂 太棒了耶 好厲害喔 以你就是最近在學克語的程度 你有聽到哪一些話 當然囉 我剛剛一直聽到 四爆蟒 四爆蟒就是吃飽了沒的意思 是嗎 對 你看 掌聲鼓勵鼓勵鼓勵 好 那我有聽到 你們剛剛裡面有講到一個食物 是 麵鮮 還有蘿蔔飯 蘿蔔飯 就是蘿蔔糕 對 誰要示範唱一句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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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應也太大了吧 教我們唱就好了 你們唱一句 我們唱一句 老師一起 好 咕嚕咕嚕咕嚕 好 好 咕嚕咕嚕咕嚕 是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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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唱得太好了 懂腔 懂腔 真的耶 聽說你們的學校很酷 是哪裡很酷啊 真的 我們一起突發就知道 好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這回我們來到的是位於桃園新屋的笨港國小 因為學校距離海邊不到一公里 所以它也是全台灣唯一有海洋客家小學之身的學校 好 同學們說今天要帶我們到一個神秘教室去上課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呢 好期待啊 同學這裡好美喔 這邊是哪裡 綠色隧道耶 那我們翻過這個綠色隧道會到哪裡去 是那個可以抓魚的石戶嗎 沒有 可以抓魚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出發囉 GO 走囉 好舒服喔 真的 聽說有人家住在這條綠色隧道是誰 我 你們家就在這裡喔 對 那住在這個綠色隧道的感覺如何 就是每天可以跟大自然接觸 然後呼吸新鮮的空氣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是要去那個海邊做什麼 先去上課 上課 去上什麼課 修補石戶 可是我就沒有看過真正的石戶耶 對啊 你居然已經會修補了 那等一下可以教我們嗎 沒問題 修補石戶會很難嗎 不會 交給你囉 交給你囉 好 我們來到石戶旁邊了 可是石戶在哪裡啊 那邊 你說那個像拖鞋的那個嗎 還是那個像中空的那個石頭啊 是嗎 是 是 那個在哪裡啊 那個 那裡 那裡 一大圈那個就是石戶耶 好 我們已經戴好手套 準備好要去修補石戶了 修補石戶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嗎 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有 然後石頭會有一定的工具 一定的工具 工具喔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出發吧 走囉 要去運動了 哇 原來這一圈圈用石頭堆砌出來的 就是石戶 這也是老祖先流傳下來的捕魚方式喔 奔港國小把石戶納入正式的課程 真的是太酷了 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石戶耶 不過這石戶到底是要怎麼修補呢 還是跟著同學們一起去看看囉 哇 這裡都是石頭耶 滿滿的石頭耶 我要怎麼修 看不出來 對啊 都差不多啊 那一塊都是 但我們站的這一塊是全部崩塌的 所以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要修補的地方對不對 對 有個問題耶 那為什麼它會這樣子就是攤掉了 對啊 因為海水沖刷 然後東北季風也在吹 過一段時間它就會倒塌 所以我們要來修補它 好 看來學姐 你準備好拿好這個了 我們要怎麼樣開始動作咧 要準備哪些工具啊 動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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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PK一下好了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女生一對男生一對好了好不好 你們力氣這麼大要比什麼 這可不一定喔 我們等一下來比看看 哪一隊呢 可以把石頭搬過來的數量比較多 OK嗎 一 二 三 加油 我們男生隊要加油一下 來... 一 二 三 加油 好像哪裡 在哪裡 好大隻喔 好大隻喔 我們鋪一條路讓它走 我們在幹嘛啊 好 這樣子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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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好 那我們把這個拿去那邊補吧 學長 你也太厲害了吧 你大好強壯喔 可是這樣那麼重你們搬得起來嗎 這兩位大力士可以 兩位大力士可以嗎 對 好 OK 這隻很厲害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怎麼那麼多了 這麼多也太重了吧 小小的一顆居然這麼重 來 接力 好 太棒了 好多喔 真的好多 小兵力大功 那我們這樣子把食戶用好之後 食戶要怎麼抓魚啊 魚會跟著浮游村戶長潮的時候 它會進到食戶裡面 會潮的時候魚就會割潛 你們有沒有人的家人 是就是用食戶抓魚的啊 有啊 妳嗎 妳跟誰來 阿公 阿公喔 那阿公是怎麼用食戶抓魚的 網子放下去 然後咧 你們家是靠著抓魚生活的嗎 是 所以是這個食戶把妳養大的嗎 那妳現在剛好可以回來 修補這個食戶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對 感覺很有勤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QC姐 你看 學長... 妳現在的這個手法跟姿勢 是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已經在堆食戶了嗎 對 那我現在是公投 那公投是 公投 是做食戶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人物 然後我現在用作為程序石頭 把這些旁邊先鋪好 然後叫找對的石頭 因為有些石頭它是卡不進去 所以要找對的石頭 然後不要放 真的耶 這個剛剛好看 看起來沒有很難嘛 你試試看啊 公投我來試試看喔 你試試看 這個特別重 哇 哇 OK 這樣可以嗎 有一個的 實在太厲害了 真的嗎 我要不要吃顆芒果 不要亂講 那我就塞這個洞好了 這樣對嗎 對 後面的同學 還有沒有適合的 這個比較重一點點 超重 前線支援 快點 我們需要長型的石頭 學長 我們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石頭是最穩固的嗎 五圍器或六圍器 五圍器 六圍器 從這邊看 這邊 從這邊 1 2 3 4 5 6 那這邊就是六圍器 然後這邊 然後從 1 2 3 4 5 那邊就是五圍器 所以你看 這就像是一個開花的形狀 這個就是中間花蕊的部分 對 漂亮的美人魚們 請問上岸是什麼感覺 很冷 好了 不是啦 我要問你們的是 你們來這邊 幫忙修補這個石戶 有沒有用什麼心得 它其實是可以和大家 一起對石頭 不用一直在教室 就是你們來到戶外教學是嗎 很開心 為什麼 可以學習不一樣的知識 我記得很有趣 因為都沒有補過 然後是第一次 妳是第一次補 我也是耶 給我五圍器 妳是可以幫助我 因為可以 又那麼辛苦 太善良了 妳們覺得來這邊上課好玩嗎 好玩 好玩 我覺得超酷的耶 來聽看看妳們的心得好了 妳先說 保護地球 保護地球 很棒對不對 那妳呢 更了解家鄉的那個生活環境 可以保留這個古蹟 古蹟 這個已經很久了 這些古蹟它從以前就這樣蓋 然後直到現在 雖然垮下來 但還是有人會怎麼會用 可是要有人來維護啊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來的目的 就是要維護這座 傳承的一個角色 很棒喔 小朋友的精神 實在太讓人感動了啦 真不愧是海洋之子 用行動來維護祖先們 所留下來的珍貴石戶 不過在海邊的防風林 同學們又有什麼新玩法呢 你們在做什麼啊 在做手環 手環 這很危險耶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零頭樹 所以要先把它刺刺的地方 剝掉是不是 對 可是這個超刺的耶 你們要怎麼剝啊 可以教我們嗎 對啊 就是它有一個紋路 對 然後從紋路的旁邊 就是從中間的紋路 把它剝開就對了 把這個嫩的切成這樣撕 然後撕留一點點 然後往旁邊 把這旁邊的撕掉 刺刺的就順著被剝下來了 所以我們以前看過阿公阿嬤 他們有很多童腕 好像就是用這個邊的對不對 對 就是它 炸蒙啊 你們有看過嗎 有 就是那種用葉子編的炸蒙 包包 對 原來這個可以編出很多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發揮創意 來編出自己想要的東西吧 好喔 我編出了一個蝴蝶結 像這樣 沒有頭的蝴蝶 是我的手環 怎麼樣 是不是很適合我 綠綠綠的 綠綠的 哇 太美了 看不到我自己長怎樣 好看嗎 觀眾朋友 太美了 小朋友 我現在好看嗎 這也太酷了吧 這根本就是 自然界裡面的潮牌配件嘛 太有創意了 大家穿戴的有夠炫的 一場海邊時尚走秀 即將登場囉 好 我們要去看看 好 我們要去看看 走 好 好 好 同學 同學 好 被我們抓到了 你們在幹嘛 我們在剪 你們不是在做壞事喔 沒有 我以為在破壞植物耶 對啊 我以為在破壞學校的植物 這是什麼呀 為什麼你們現在要剪這個 浮術的樹葉 因為我們沒有做這個 對 這麼酷 那也可以教我們怎麼剪嗎 可以 我們要挑選怎樣的葉子 顏色比較深的葉子 它染出的顏色會比較好看 妳可以示範是怎麼剪的 要剪到這裡的 整片下來 對 像這樣子 那我來剪一下 好 那我剪這個OK嗎 可以 好剪嗎 好剪 他們要剪刀很好用 你看 如果我先要深一點的話 大小有關係嗎 沒關係 沒關係 看起來比較資深的 就它 OK 所以要怎麼讓它有顏色啊 我們會拿鍋子 然後放進去煮 就會有顏色出來 肚子餓還可以吃嗎 不行 這不能吃 這不能吃 那要多少的量才可以染色 要看你想染的布要多少 那像這個染出來會是什麼顏色啊 你們猜猜看啊 我們猜猜看嗎 對啊 我猜就是綠色啊 黑色啊 我也不知道耶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染出來就知道了啊 賣關子 所以一定不是綠色 彩色 因為這裡有白白的 我也不知道 該不會是紅色吧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好吧 我相信你真的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跟你去染看看就知道了 好 沒有問題 好 好濃的青草香味喔 老闆 我要一杯青草茶 這真的可以喝嗎 可以喝嗎 可以喝 你確定 剛剛才說不能喝 不過它這個顏色看起來 很像綠豆湯喔 我們現在要再加下去嗎 要 要 這是把葉子 把葉子 撕成小片 撕成小片 撕成小片的 好像巫婆在做湯喔 真的耶 我們現在在施模仿 哈哈 哈哈 我跟妳說 哈哈 不知道誰會喝到這碗湯呢 那這樣要煮多久啊 煮到它滾了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讓它多一點 我想要染出一個 非常濃郁的顏色 感覺是深咖啡還是什麼 我覺得是意想不到的顏色 是深黃色嗎 咖啡色 綠色 我還是猜綠色 綠色嗎 因為它綠色啊 絕對 咖啡色 它綠色 它綠色啊 它綠色啊 對 它是綠色 它就算是綠色啊 綠色啦 我剛剛掉了一個紫色 我壓綠色 我壓綠色 你跑票了 我跑票了 我壓綠色 好 好 等一下 我們在我們的魔法湯煮好之前 我們要來折布 你們有折過嗎 有 可以教我怎麼做嗎 可以 當然可以 我們要折布同型這樣子 可以折三角形 要正反這反折 什麼叫正反 這邊的話要反過來這邊 這樣嗎 對 然後另外一邊就不可以跟著這邊一起 因為要反過來 它可以不同的形狀 還可以正方形 好 那我這樣 好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後就可以拿牆壁給你看看 你要怎麼綁 怎麼綁 你想怎麼綁就怎麼綁 雖然我不知道 它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這就是 這是有趣的地方對不對 對 對 笑像一個魚啊 很像 很像 這個蛋豬 這個蛋豬可以用嗎 可以 那我要這樣子 我看我弄出來會不會變成那隻魚 那個意思 大家都很有創意耶 不過怎麼突然多了這一桶啊 這一桶是什麼啊 藍染 藍染 藍染代表的就是客家文化就對了 對 那你們會說客家話嗎 大家好 怎麼說 台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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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嘎好是海陸腔 台嘎好就是四線腔 那四線腔的吃飽了沒 就是 跟你們有一樣嗎 沒有 你們是死胞嗎 蛤 死胞嗎 死胞嗎 對 喔 果然不同的槍就有不同的差別 學長學姐有交代 染布前記得將布沾濕 才會比較好上色喔 又有浮沫染 又有藍染 這堂課實在是太有客家 和地方風情了 不過還是很好奇 染出來究竟是什麼顏色和圖案呢 謎底即將揭曉囉 太棒了 要來揭曉我們的成果囉 我們男生這邊是藍染 那你們呢 我們是浮沫染 想不到浮沫染 居然是會是這個顏色耶 黃色 怎麼樣 是這麼可愛的 打開來之後 就是有棍子的地方 顏色就會是白色的 好好看喔 好漂亮喔 對 有點集合的感覺 因為是圓圓的加方方的 而且妳看 全美的 它是圓形的 你們的圖案都不一樣 好有特色喔 好 接下來換男生 藍染的成績要發表了 來 1 2 3 你怎麼有綠色 為什麼我的會有綠色啊 你染出一個 大家都有意想不到的顏色 對 又藍又綠 好美喔 沒有想到藍染出來的顏色 是這麼漂亮的藍色 我看 妳怎麼那麼剛好 有一個愛心 在中間這個地方 對 每一個人的花色都不一樣耶 大家都很美麗耶 那我們一起秀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送家 我的天下有夠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在生活中把它运用起来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 非常值得学习的精神 我觉得海洋也是一个 他们做得非常好 像我们一起来修补食户 从来没有做过修补食户 这个动作 好像是以前的人在做的事情 可是他们现在就透过课程 然后就可以来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修补 然后也会知道说 鱼会在长潮的时候进来 然后退潮的时候 然后再去把它补鱼 我觉得这些都是 就是我们现在小学的时候 没有办法学的 这个真的是只有 住在这边的小朋友同学 才会知道 才会发生的事情 他们超幸福的 真的超幸福的 他们学校真的是超酷的 超酷的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 笨港国小真的超酷的 赞 我们学校要高充